黑神話悟空 現在真的不斷的不斷的話題很多 比如說在Steam平台上面 玩家說一度突破了210萬 8月20號發行不到2小時 同時線上已經超過124萬人在玩了 所以不到發行24小時 已經達到210萬以上 而且不斷不斷的在增加 然後這個遊戲其實已經回本了 現在銷售量非常非常多 而且總銷售額來到15億的人民幣 然後其實很多玩家 都很開心 重點是大陸外交部也被問到了 這個悟空真的是最佳的大石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我不瞭解電子遊戲 但是感謝你讓我關注到這款遊戲 從名字看這款遊戲取材於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 我想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吸引力 我覺得這款遊戲 它包含了很多中國的元素在裡面 而且它很多細節都展示了 我們西遊記的一些自己的特色 不同於國外的一些外國元素 讓我們更多感受到 我們一些民族的一些自豪感 哇感到民族的自豪感 這短短幾個字讓人感到很感動 尤其是來看到孫悟空 現在外國人也在問 那怎麼翻譯呢 其實我看你比較喜歡就直接翻吧 孫悟空 那你怎麼看這個爆紅 我想這個最主要它的題材 題材 另外它當然它的技術也好 這裡面的這種各種的這種科技 那都已經到達世界水準了 所以它不是在中國爆紅 它是在世界爆紅 對一上線全世界在這個 新影上面就立刻就爆紅 它就第一名 瞬間就變第一名 第一名 而且它的整個的這個故事 情節的背景是中國 非常中國 因為西遊記這個是 中國古典四大民族之一 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西遊記尤其孫悟空 家喻戶曉人物 對它這個跟斗雲對不對 它的金箍棒 對它大鬧天宮對不對 它這個這個保護唐僧 對然後還被唐僧誤會 最後呢 無來否講 這些他都知道 對 被壓在那五百年對不對 那個鼻子裡面都是青胎 所以我們這些 這些好像看了這個西遊記 那些很多 這些影像都會跑出來 不過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等於說 這個是說 中國這個文藝復興啊 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趨勢啊 就是說回到去重新肯定 自己的傳統文化 在傳統的文化裡面去 找到素材 跟最先進的科技好來結合 對 其實這個這個 你可以說這個遊戲是一個工具 是一個載台 那它裡面的故事很重要 那過去我們都因為中國掌握不了 先進的科技嘛 所以先進科技它所存在的那個 內容幾乎都是西方的背景 對我們就很多我們很熟悉 西方我們不了解 東方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了解 哇這個 這個美國的西部牛仔 這個 英國的這個首相邱吉爾 美國的什麼總統羅斯福 還有美國的這個什麼這些這個 很多戰力我們都知道 這些什麼紐約的這些英雄 我們都很清楚 這是隨著什麼而來的 隨著好萊塢而來的 對啊 好萊塢是就是說這個新 這個電影這個科技 被西方人掌握以後 它的文化就大量入侵到 就是一個文化拔權 對那現在 這個新的載台就是手遊 電動遊戲 對不對 那裡面這個年輕人 都在這個遊戲圈子裡面 那你如果你的故事 是中國的話 中國的故事就隨著這個載台 走到全世界 那這個基本上就要看你的 這個第一個技術含量夠不夠 第二個就是說 你裡面的故事 夠不夠吸引人 對 那中國文化 博大精深 是要找像西遊記這樣子的故事 還多著呢 多著了 對啊 還多著呢 不過這裡面我覺得 就是3C蠻賺到的 真的 裡面的取得死井 很多都是3C的 基本上都是3C的 這個我也要來補充一下 36個取井 3C佔27個 對 我們一起來看看 因為你要看一下 才會覺得 因為我現在也開始要許願了 我現在下一個我想去3C玩 就是被它這樣燒到了嗎 怎麼看就是有點想去啊 你看 那現在外國人開始打聽這個 潑猴猴子的身分是什麼 要了解它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中國人好好學一下 另外你看 真的神還元 這個是它裡面的樣子 你看 這個重慶的大祖石科 這是石拍的樣子 兩個不是真的是神還元嗎 好 山西的部分 你看小溪天 跟現實當中小溪天 你看也是神還元 對不對 然後呢這遊戲當中的樣子 那這是真實的樣子 這是遊戲當中 抗金龍雕像 你看 這是玉皇廟裡面的雕像 這就是呢 山西裡面的 所以呢裡面36個場景 27個在山西 所以呢什麼玉皇廟啦 重福寺 小溪天 這些都是旅遊經典標神 我想這個遊戲會造成一股 中國文化熱了 大家尤其這些在 玩這個手遊的這一些 這個電子遊戲的這些 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就會重新對這個文化 對這裡面的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發生的場景 就會產生很多的好奇 對 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次 碰到中國文化 受到全世界的這個 突然非常非常的重視 你知道什麼 什麼 就是李小龍 李小龍那個功夫片出來的時候 全世界都在追尋中國的這個 武功 都在學中國功夫 都在學中國功夫 美國也拍了一個電影 也叫功夫啊 對 那到處都在模仿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不缺好的故事 不缺好的特有的文化特色 現在就是你要不要發揚光大了 我覺得你說中國是一個 在尋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其實這個復興就有點像 這個西方的文藝復興 你科技到了一個程度 你最重要的還是要你這個 你科技它的內涵 精神內涵 它所存在的那個精神 那個價值體系 對人類社會 有沒有辦法做進一步的貢獻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創造這個文化的這個 這個民族自己要對自己的文化要重視 對 你自己對自己的文化不重視的話 沒有人會重視你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文化自信 現在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口號了 那你知道中國的文化自信 是非常難的 對 因為中國的文化自信 在從1842年開始 是被一塊一塊一塊的打碎 它這個整體被西方用了 大概一百多年 把你徹底擊碎 它是一塊一塊的擊碎 那你現在你要恢復的話 也不是一次就可以恢復 你也要一片一片的把它恢復 那這個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我認為這個黑神話是一個 中間的就是一個 英文叫building block 就是它是一個什麼樣 它是一塊一塊的貼起來 對 它會把中國人的自信心 一塊一塊恢復 這會是一個需要的時間 可是最主要要中國自己本身 要對自己產生信心 信心 除了你現實的表現來看的話 你還要 你要把你祖宗還有這個走過的路 你都要能夠肯定 我其實 我看過一個大陸的一個近代的哲學家 很有趣 我滿喜歡他的書的 那他居然講過一個 他說他們年輕的時候 唸書的時候 以盡量不唸中國書為原則 OK 他看了很多西方的這些 哲學 歷史 文化 藝術 他說他那個時期他很奇怪 他就是以盡量沒有看中國書 為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已經過了 現在就是中國應該回到 回到自己的一個文化本位了 你不了解自己文化 你等著別人 現在 現在這個 你要知道過去中國死的研究 美國的歷史學界 西方歷史學界 十年提出一個新觀點 對不對 以前他們說 哎呀 中國強的 從來沒有一個是漢族的 每一個立場皇帝都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就變成 那你自己有沒有去研究 就變成就是說 你對你自己文化的信心夠不夠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ew Your Care 酒 Jang 白痴 再用微水潱 吃腿膠 加油 有膠就近 吃腿膠